在三国演义当中 诸葛亮无疑是一位军士和内政 都极其强悍的全才型大神 在读书时代 他的出师表 他的空城记都堪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三国精彩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在人们眼中算无一策的三国顶尖牛人 却曾在一位名不见传的小人物身上 碰得头破血流 这个小人物也许很多人都不熟悉 他就是指挥陈仓守卫战的卫军好招 一个让诸葛亮头疼无比 一个在三国后期才渐渐展露名声的魏国大军 下面小编就来和大家详细的讲述一下 好招是如何让诸葛亮大败而归的 好招是如何创造以一千士兵击退诸葛亮 几万大军的军事传奇的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当中 他可以说是一个绝对主角型人物 他智慧如妖 他在刘备麾下也绝对是第一号谋士 在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犯下什么错误 除了错用马素 其实挖开历史的深处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除了错用马素导致接亭失守之外 诸葛亮还有一个痛 那就是他曾经率领几万大军 却攻不下一个仅仅只有一千守军的陈仓 也因为此战 好招也从此成为了诸葛亮 一个极其关注的魏国将领 所谓强中自有强中守 在战将如云的魏军 好招虽然勇猛无比 无一不凡 但是在众多耀眼的江星之下 曹操还是没有及早发现好招这块扑鱼 然而金子总会发光的 随着魏国后期人才的陆续去世 好招的能力也逐渐被魏国高层发现 尤其是司马懿 这个牛人更是第一时间就发现 好招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其实早在魏国河西地区 好招就已经逐渐展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华 诸葛亮的几次北伐可谓是诸葛亮主政蜀国的基本军事方制 在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 诸葛亮还是很快的发动了第二次北伐 这是经过曹真等诸位为军大将的分析 他们判断出蜀军第二次北伐的主要方向很有可能就是在陈仓 在贵人司马懿的帮助之下 好招被任命为此次陈仓城守将 但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曹真却只给了好招一千士兵 当诸葛亮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包围陈仓城之时 在好招的指挥下 魏军士兵的情绪慢慢地安定下来 像诸葛亮这等质谋逆天性格颇为自信的三国牛人 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打仗只知道强攻 于是诸葛亮就派了好招的老乡进降前去劝降 毕竟有一句话 老乡好说话吗 好招之所以被司马懿看中 这可不仅仅因为好招是一位军事好手 还因为好招还是一位忠诚度高的大将 毕竟在古代要想得到重用 你仅仅有才华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可以说在很多上位者看来 一个下属的忠诚度要比能力还要重要 面对老乡的劝降 好招是直接拒绝了 没办法之下 诸葛亮只能采取他最不愿意的强攻之策 尽管诸葛亮至谋如妖 但是二十多天下来 诸葛亮的计策一个个被好招都成功的识破 蜀军的一次次进攻也被卫军成功击退 最后在卫军援军即将赶到之时 诸葛亮还是无奈的率军撤退 可以说陈仓之战成为了诸葛亮心中永远的一个伤疤 而好招也成为了诸葛亮一个格外头疼的三国大将 因为此战好招也一战成名 就连为明帝曹锐 也就是为国开国皇帝曹丕的长子 不但亲自接见了好招 也破格赐封好招为官内侯 但所谓天度英才 就在好招即将在三国舞台上大放异彩之时 好招却被并魔击败了 好招一生最大的两个亮点就是陈仓之战 成功以一千士兵击退了诸葛亮的几万大军 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好招镇守和西地区十几年 令当地民一位服从好招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名将 他不但需要高强的武艺 需要不凡的军事谋略 更需要忠诚无比的气节